我們到底是討論的什麼 就是到底日本好了還是韓國好了 來 哲田來說一下 幫日本加分一下 就是去日本就是吃美食 還有就是買東西 還有去接觸日本的文化跟歷史之外呢 還有一定一定要去的地方 就是日本的 真的 日本主業也太厲害了 就是剛剛講到那個 大阪的環球影城 對 然後剛剛講的東京迪士尼 是 之外還有很多的遊樂園 比如說 那個蠟比小新那邊 祈禦縣 祈禦縣其實也有一個遊樂園 還滿厲害的 就是叫做西武遊樂園 去年的時候全面檢修 繁星 對 然後變成一個 昭和時代的遊樂園 昭和時代 什麼遊樂園 好像穿越時光隧道 對 沒錯 很像整個回去的那個時代的感覺 你可以穿和服 對 還有 這樣 欸 好棒喔 哇賽 剛剛那個地方原來 對啊 就是神引少女有沒有 對啊 爸爸媽媽變豬了 好像以前 有年代感 所以是 它那個遊樂園裡面的建築 或者是他們穿肘 全部都是那時代的東西 復古 對 復古風的 而且不但如此 日本還有 我們去的時候 還叫我們穿那個布鞋 在那個房子那邊鑽來鑽去 老師 這樣看起來好像跳不高了 這樣子 對啊 你好像忍住你也會一些對不對 也會 發射飛鏢也會嗎 唉唷 火盾 靈火盾 阿瑪宮 還水盾 尿盾 尿盾 尿 尿 尿 很傷體力耶 我都沒有來五千塊 你體力很好 都不會停血嗎 你的尿盾就是這樣 沒有 尿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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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的遊樂園 唉唷 是 工 對 工崎駿的 對 主題 喔主題 哇 好可愛 好可愛 哇 哇這個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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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的移動城堡 快封掉 不我的移動城堡 好可愛 好可愛 哇 哇 哇 完全還原那個 影片的 裡面的建築都是 怎麼那麼強啊 對 好想去 好想去喔 好想去喔 哇 會想去耶 將軍你也想去了嗎 我去這裡 之前我要先去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就是今年在 今年才開的一個 最熱騰的地方 就是韓國的樂高樂園 樂高樂園 喔 今年5月5號 韓國的兒童節才開的 不是只有日本才有嗎 等一下 這個民谷也有 那民谷也有 民谷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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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學人家的 民谷是已經舊了 然後一個比一個厲害嘛 最新的是最厲害的地方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剛剛秉修格說的 江源道那個附近 這個地方叫村川 應該很多韓國的朋友 應該都會知道一個 一道料理叫村川辣雞 就是那個地方 這裡占地很大 28萬多平方公尺 然後有40多個遊樂設施 比如說 唉唷 哇 高中的就是在那個 最新的小飛車 其實這裡我覺得很適合 像小可姐姐一樣 就是有小朋友的 小朋友帶全家一起去 小一點也可以去看樂高 因為裡面還有飯店可以住 那我現在滿腦子想的 都是神隱少女 我現在滿腦子都是神隱少女 不會這樣 不會 還是你的頭皮介紹一下好了 你的頭皮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 韓國的小人果一樣 就是把韓國的濃縮板 比如說韓國最主要的一些建築 南山塔 那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像天空之城的地方 沒有 我沒有拍到 我應該有但我沒有拍到 沒有 沒有拍下來的 我應該有但是我沒有拍到 那你繼續講 下次去拍 你繼續講 也有韓國很多的那種 小人果的韓國村 小人果的 我們也有 大概這樣 其實 這樣介紹完很興趣 怎麼那麼人 沒有啦 其實那個地方也很漂亮也很棒 也很棒 那些卡通出來的時候 我們年紀比較小 所以跟我們情感連結帶有回憶 那個力量其實是非常大的 真的 對不對 好 那不管去哪裡啦 吃真的很重要 對啊 美食 現在比美食了 對啊 其實有些很多人都 他是出去玩 他其實不是出去玩 他是去吃東西的 是 就是一個美食之旅 就這樣對不對 所以吃非常重要 各自有什麼驕傲的美食 來分享一下好不好 來 首先是誰 我比較想要推薦給你們吃的是因為 在台灣吃不到的東西 因為 日本料理 韓國料理 台灣現在很多很多店 而且很多店都蠻厲害的 但是韓國是有一個 我們幾乎都是吃 我們都是 剛火的直接切 直接切 然後直接吃的 對 所以這個口感完全不一樣 都是有點QQ的 脆脆的 脆脆的 而且很甜 重點是剛剛張勳講的一樣 我們小菜很多 而且這個是外送的 不是在餐廳市 而且這個是我晚上 晚上11點半 在飯店 外送來的 因為那個 這種餐廳都是24個小時 對 他們24個小時 而且這個價錢也很便宜 這樣子 這樣子 而且這個兩個人 生魚片 兩個人很飽 吃到 還有一個東西是 喝完酒 我們都是早上起來一定要解酒 我們都 韓國人都解酒的時候 喝解酒湯 這個店面是在韓國很有名 剛剛那個張元道那邊的 我朋友聽說這個店很難吃得到 所以我們隔一天 就是11點退房 但是我們8點起來 然後過去這邊了 然後到了這邊8點半 但是 在等 150 大家都喝到早上6 7點 去都願意排隊 而且不一定是解酒 他們真的是為了要吃這個 這個是草馬冷豆腐鍋 這個是這邊專門的東西 價錢也是蠻便宜的 蠻合理 他們這樣子150 200 對 然後一個人吃 吃完就吃很飽 然後他們 我那天也是好像跟朋友等了 好 這麼好吃喔 我也是一個超級愛吃海鮮的人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韓國一個 我覺得它是海鮮的天堂 它叫做路良金水產市場 而且它不只海鮮很多種 它最特別的是它有兩層樓 你一樓呢你就是自己去挑他們 還是活生生的海鮮 二樓它是料理區 你就把你剛買好的 代客料理 對 剛買好的水產 你拿到二樓 就讓他們去料理 而且它有什麼帝王蟹啊 長角蟹啊 還有那個火章魚啊之類 反正很多 而且是它真的非常便宜 像是 因為日本也有那個竹地市場 但是 以那個帝王蟹來講好了 如果帝王蟹在竹地市場 它都是賣一隻一隻腳這樣子賣 它一隻腳可能就要 台幣可能五百塊 非常貴 但是在這裡 它你一整隻帝王蟹 它賣給你的話 可能單賣一隻才一千多塊 你連那個二樓的開桌費 料理費 你也是兩千塊以內就可以吃到 味道這麼便宜嗎 是不是比在台灣的 會不會這麼小隻帝王蟹 沒有 它不是小隻的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